你好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出的題目是 愛講四十話的十八章圈 十八章圈是一個愛講四十話的小孩 十八的看著他 齊磊都是聽到故事故郵 記得看一看 忘記掌聲的四十話 請出發明資訊 巧克力道 紅米湯 無話無話長長 真好脆道 阿晋常常拿著這八章圈 就是快去冰水 沒去睡 別又吃 這八章圈就是不聽 一包一包 慢慢吃 要去睡之前 慢慢要去睡 湯仔吃了 往後的包裝作慢 等著就去睡 有幾天後再去 這八章圈的吹起 去的那間中天 吹花不見一大包 聽到的一十話吃的四十話 都沒吃興 看起來會非常透透 原來這八章圈的吹起酒 阿晋已經帶這八章圈去 附近的氣候驚走的吹起 他先將把酒香的吹起 收緊緊 讓他補起來 還把這八章圈補 四十話都沒可能是 分色食品 會愛到三個的吃飾 而且也不可以吃十多四十話 還不洗到 而且也不可以吃十多四十話 慢慢 就在住堂來找你 所以說 吃酒不足味 吃這個不足味 且慢不可以吃十多喔 以後你就要知道 冷靜面吹起 而且也不可以吃太多四十話 還不洗澡 吹起酒香 溜溜溜溜 你就剛好啊 知道嗎 我要A送到這裡 多謝大家